阿拉伯基督教的历史与东方基督教的历史和阿拉伯语言的历史紧密相连 阿拉伯基督教社群源自于采用阿拉伯语的现有基督教社群或采用基督教的现有阿拉伯语社群 摩西五经的五个宗法管辖区中的三个 亚历山大、安提亚和耶路撒冷 在早期穆斯林征服之后成为主要讲阿拉伯语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采用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化 阿拉伯基督教社群源自于采用阿拉伯语的现有基督教社群 或采用基督教的现有阿拉伯语社群 摩西五经的五个宗法管辖区中的三个 亚历山大、安提亚和耶路撒冷 在早期穆斯林征服之后成为主要讲阿拉伯语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采用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化 阿拉伯基督徒在纳赫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学、政治、商业、哲学、音乐、戏剧、电影、医学和科学领域做出了贡献 在文学方面 阿拉伯基督徒为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些最著名的阿拉伯基督教作家包括哈利勒基伯伦、米哈伊尔纳米和埃利亚斯库里 哈利勒基伯伦、黎巴嫩裔美国作家 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中东阿拉伯基督徒的现状以及他们如何为该地区做出贡献是一个复杂且多方面的问题 生活在中东的阿拉伯基督徒人数估计在1000至1500万之间 阿拉伯基督教社区遍布阿拉伯世界 但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黎凡特和埃及 较小的社区遍布阿拉伯半岛和北非 阿拉伯基督教的历史与东方基督教的历史和阿拉伯语的历史是一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